哎呀那咱们现在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咱们现在得到的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精度啊 它代表着一个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想一想咱们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啊咱们做完了这个分类器之后啊 咱们得实际想一想 咱们现在分类器啊给咱们得出来这个衡量指标代表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想 是不是说就是说哎我看一下我预测结果 哎我预测结果跟咱们正常的那个nabel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说他俩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说明咱们当前这次预测对了 如果说他不一样的 是不是说咱们当前这次预测错了 是吧是有这么一个事对吧 哎那咱们想一想 哎呀咱们现在要做一件什么事啊 咱们是不是说要做这个用户流失预警啊 哎做这个用户流失预警是不是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来说就是说 哎我预测你这个用户你可能去流失了 但是结果呢你这个用户没流失 哎说我预测错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预测你流失 结果你没流失 那么我给你提供一些优惠的政策 那对于我来说我损失大吗 我损失没有什么是吧 哎我就是我认为你去流失 结果你没流失 哎那这是点好事是吧 其实呢这个东西啊 咱们啊并不太关心这个事 咱们关心的是什么 咱们关心的就是说 咱们这个分类器啊预测出来了 哎他能够去流 他没有流失 咱们的分类器啊预测出来 他没有流失但是实际上这个用户他流失了啊 他走出去了他不使用咱们的产品了 这个情况是不是非常恶劣啊 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分类器啊 干了一件很不好很不好的事是吧 对于咱们最终结果影响很大 为什么因为这个结果来说 这个用户确实流失了 咱们不想看到这样的现象是吧 所以说呢咱们更关心什么 咱们更关心的就是说 在咱们分类器啊分类错的情况下 哎呀然后咱们这个人呢确实流失了是吧 咱们更关心的是这个东西是吧 哎咱们不关心 咱们不关心的就是说咱们分类器预测它能流失 结果它不流失 哎反正最终结果它是没流失 所以说咱们不关心这个 咱们关心的就是说 咱们分类器啊在另外一种错过情况下 我预测出来你没流失 但是实际上呢你流失了是吧 哎呀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下啊 那咱们是不是一定就要分析分析这种情况 咱们该怎么衡量呢 咱们光通过现在所说的这三种 这三个分类器的准确率 咱们能看出这种现象吗 咱们看不出来是吧 也就是说呢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precision啊 这个精度这个事啊 哎呀跟咱们想要看的东西啊不太一样是吧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要详细的分析一下 咱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衡量指标 能够帮咱们完成这么一件事 那么下面啊咱们就要来讲另外一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哎呀咱们先来给大家先来说这么一个例子啊 咱们慢慢的引住啊这个东西啊 可能大家刚听到的时候觉得有点别扭是吧 我刚开始听这些词的时候也是觉得特别特别别扭的啊 咱们通过这样一个小例子啊给大家演示一下 哎咱们接下来要衡量这些指标啊 大概都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有些迷惑啊 没关系咱们一定放慢脚步把这个东西啊听明白了 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有这么个事啊 一个班呢他有80个男的20个女的啊反正100个人 然后呢咱们现在要做一个事 就是说在这100个人里边咱们找出来所有的女生啊 就是说咱们把所有女生都抓出来啊 抓出来干什么咱们先不说 然后啊咱们现在有这么一个现象 哎就是说咱们的一个分类器 咱们的分类器啊从这100个人当中啊抓出来了50个 然后呢抓出来这50个当中啊咱们的结果是什么 咱们的结果就是说有20个是女的有30个是男的 哎就是说这20个女的是咱们想要的结果是吧 说明咱们分类对了 这30个男的呢是咱们不想要的 所以说啊这30个男的是咱们误杀的啊咱们抓错了啊 这个叉叉 然后啊咱们就要来说几个词了 这几个词啊啊比较恶心是吧 第一个叫做TP啊TP是什么意思啊 TP就是这个true positive啊 这个true positive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true positive啊就是说 在咱们得出来结果当中啊 我们把一些正例判断成了正例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哎我们拿出来这些人啊 咱们找出来这些人是女生 然后呢也是咱们想要的结果是吧 也就是说对于这20个女生来说 咱们是不是挑50个人当中有20个女的 30个男的啊是吧 那么这20个女的是不是咱们想要的 是咱们想要的是吧 那所以说呢对咱们来说 Z20就是认为咱们认为啊 它是一个true positive啊 就是说在咱们预测当中是对的啊 也是咱们想要的啊 就是说例子中是正确的判断的 哎这是个女生是吧 对于Z20咱们认为啊 它是一个true positive啊 咱们在这认为true positive等于20 然后呢咱们还有词词啊 叫做false positive 哎false positive什么意思啊 false positive啊就是说 哎首先呢这个东西啊 咱们是判断错了是吧 咱们来看啊 Z20和Z30哪个是判断错了 Z30个男生是判断错了是吧 咱们误把他们当成是女生了 为什么 咱们的目的是找出来所有的女生是吧 Z30个男的他不是女生 他是咱们误判的是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啊把负利 给他判断成了一些正利是吧 哎对于Z30来说啊 他就是个false positive 哎咱们把这些30个男的啊 他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 但是呢咱们把它认为了 也就是说 咱们把这些负样本 给他当成了正样本 所以说啊 它是一个false positive 咱们认为这点 false positive 是等于30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词啊 叫做false negative false negative 什么意思啊 这个false negative啊 就是说 我把一些正利啊 判断成了一些负类了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啊 就是说在咱们例子里啊 Z10个女生 但是呢 咱们把他啊 当成一个男生啊 就是说 我有没有情况下 把一些正利 给判断成负利呢 但是咱们在咱们这里来看啊 我要的就是所有女生是吧 我没有把任何一个女生 当成一个男生是吧 哎我就认为 这些都是女生了 所以说 我认为这50个人啊 都是女生 所以说呢 我没有认为 你把一个女生 当成男生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没有把一个正利 判断成一个负利 所以说啊 咱们这个false negative啊 就是等于零的啊 就是说 我把没把一些正利呢 判断成一些负类啊 就是说 把没把一些女生啊 在这里 我们认为女生是正利啊 男生是负利 我把没把一些女生啊 判断成男生 哎 没有是吧 所以说啊 这个false negative 是等于零的 然后呢 这个true negative 什么意思啊 true negative啊 就是说 我把没把一些负利啊 判断成一些负利啊 就是说 我把没把一个男生 就是说 把没把一个负利啊 负利什么 负利代表 咱们拿出来这个男生 是吧 我把没把这些男生啊 判断成一个男生 是吧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看 就是说 我们找出来了50个 是吧 我们认为 这50个是女的 那么看 咱们一共100人 是吧 100人 咱们认为 这50个是女的 这50个是男的是吧 咱们看 所有女生 是不是都在 这50个这里边了 是吧 因为啊 咱们拿出来 这50个里边 20个女生都在这里边了 所以说 咱们剩下来的50个男的啊 咱们是不是都是 他都是一些负利 是吧 他都是负利的情况下 咱们判断完了 他还是负利 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把负类 判断成负类的 有多少个呢 就是说 咱们认为 这里边是男生的 咱们他也给他 判断成男生了 有多少个 一共有这么50个 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首先 需要把这些指标啊 都给他衡量出来 就是说 true 咱们再导一遍 这个true 就是说 把一些正例 就是说 把正例 就是女生 是吧 把女生 判断成女生了 就是说 一个 它是它的真实的 一个是咱们预测的 是吧 在真实的情况下 它是个女生 咱们预测完了 也给它判断成 是个女生了 这里有多少个 有20个 是吧 那么这里呢 false positive 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 它是一些负类 是吧 但是它这个负类呢 被咱们判断成了正类 是吧 负类什么 男生 男生被判断成了女生 是吧 在这50个当中 咱们把30个男生 误当成女生了 所以说 这个false positive 就是得30 是吧 那么这个false negative 是什么意思啊 把一些正例 判断成了负类 是吧 正例判断成了负类 什么意思啊 正例把女生 当成了男的 有吗 咱们这里 咱们把男生 哪个女生 当成男的了 没有是吧 所以说这个false negative 等于0 然后呢 这个true negative 负类当成负类 是吧 负类是什么 负类是男生 把男生呢 当成男生 也就是咱们剩下 那50个人 咱们都是男生 是吧 都是男生 咱们也都给他 当成了男生啊 就是说负类 咱们也可以判断成了负类 所以说呢 这个true negative 等于50 是吧 哎呦 这费了好大力气啊 给大家说 这个四个料 大家应该 对这个东西啊 应该有个理解 是吧 咱们举了这么一个 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说 咱们一项任务来了 咱们要通过 咱们分类的结果 统计出来 这四个指标 是吧 咱们通过这四个指标 咱们就能够去分析 一个东西了 咱们这个例子 谢谢大家说到这 那么咱们通 有了这个例子的概念 咱们就可以对 咱们刚才啊 就是说咱们可以对 咱们刚才的 那个做了三个 做了三个分类器 是吧 咱们可以通过 看一下那三个分类器啊 这四个指标 是什么样 咱们来说一下 这里啊 就是看 横轴啊 什么意思啊 横轴就是说 是咱们分类器预测的 是吧 这个0就代表分类器 预测你是个负利 1呢 就是代表着 你分类器啊 预测你是个正利 是吧 那么这个处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处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这个真实样本的情况下 在真实样本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正利 在真实样本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负利 是吧 然后咱们来想一想 咱们既然 刚才说 咱们那个什么 咱们叫做精度 是吧 那个percision啊 没有什么太大用 是吧 咱们其实想要看的是什么 咱们其实啊 想要算的是一个recall 是吧 是一个召回率啊 什么叫召回率啊 就是说 比如说啊 就是说 在咱们 有500个样本 是吧 咱们要看 在咱们500个样本当中啊 咱们能够 减 就是说 对于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对于所有可能 对于所有 有流失现象的用户来说 比如说 对于有500个样本 这500个样本啊 它都是流失的用户 咱们要看一下 咱们的分离器啊 在这500个流失的样本当中 检测出来多少个 它是流失的 是吧 咱们要做这么一件事啊 就是说 咱们不在原始的 那么3000多个样本中 咱们去算一下 哪一个值 跟Y值 就是说 咱们预测了 跟咱们的label相同 是吧 咱们只看 在这个用户 确定 它这个流失的情况下 咱们给它 检测出来多少个 是吧 比如说 现在有100个用户 它是流失的了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100个 流失的用户当中啊 咱们检测到了80个 咱们就说 咱们的recall有80%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 咱们该怎么算 咱们是不是要看 三个分离器 咱们就看三个分离器 是吧 咱们首先要看 它这个tru 也就是说 它真实的是流失的 有多少个 是吧 对于这里 这个1的 也就是咱们这个横着的 OK 大家圈去了 我现在画这个两条线中间的 是不是就是说 在咱们的这个样本数据当中啊 有多少个是流失的样本 是吧 也就是说呢 它们的样本值啊 都是流失的 这些用户啊 都是发生了一些流失的现象 是吧 就是说 这个248加235 它是等于多少 我就不给大家算了 这个数学不行了 它们两个加一块 就是总共流失的 是吧 这两个指标加在一起 对于每个分离器来说 咱们要衡量什么 咱们是不是要衡量 在这些流失的里边 咱们这个分类器啊 它的recar是多少 是吧 也就是说呢 在一个用 在一个用户啊 在这些用户样本中啊 它所有流失的样本当中 咱们要找出来 咱们的分类器啊 能给它检测出来多少个 是吧 咱们只关心这样的指标 而它没流失的指标 咱们关心嘛 用户没流失的指标 咱们不太关心 是吧 咱们只关心流失的 那么对于这个 Sport Victor Machine啊 这个SBM 它这个怎么算啊 咱们recar 我们看啊 这个project啊 这个就是说project 这个等于1啊 是不是说 咱们预测出来 它是流失的 是吧 预测出来流失的 它也是实际流失的 诶 有时候等于多少 等于235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要用这个235除上 总共有多少个用户流失了 有235 这是咱们检测到的 是吧 还有咱们没检测到的是吧 等于0的 是不是就是说 咱们没检测到的 有多少个啊 有248个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 SVM 它得recar怎么算 是不是就是说 用咱们检测到的 除上所有的 是吧 用235除上235 加上248 这个值啊 就不带大家实际算了 我就是约一下吧 可能约等于一个50% 是吧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 这个Random Forest Random Forest 来说啊 它这个检测到了多少个 检测到了有330个 是吧 那么用这个330 再除上什么 再除上咱们这个330 加上153 是吧 就是说啊 这个就是咱们Random Forest 这个随机森林 那个recar是吧 它一共有这么多样本 一共有这么多个流失的样本 在这些流失的样本当中啊 我检测到多少个 我检测到了330个 这个值约等于 嗯 我猜一下吧 可能约等于个80%吧 我没有算这个数啊 咱们就不算了 然后这个K震灵呢 我们看 K震灵是不是效果更差了 它只检测到了167个 是吧 167 再除上 167 加上316 可能也就是大概一个 三分之一左右吧 可能啊 大概就就是这个数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recar啊 和咱们这个精度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咱们来看 咱们之前算这个三个分类器啊 它们的精度高不高啊 哎呀 这个SBM啊 91 Random Forest 94 哇靠 这个K震灵 达到了83% 89 哎呀 咱们来看 是不是它的指标值啊 都很高 是吧 哇 90多 90多 80多 哎呀 这几个值都很高 那么这几个值都很高 是不是说 意味着咱们的分类器效果啊 都很好呢 那么咱们在想 咱们是不是 刚才说了 不能通过这个 这个精度这个量啊 光通过这个精度的量 光来光 光看精度这个量 是吧 咱们不能这么整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啊 咱们最终想要的目的是什么 咱们最终想要的目的啊 就是说 一个用户 哎 他流失了 咱们要给他检测出来 是吧 这是咱们的目的啊 咱们可不是说 光看一个精度 精度这个东西啊 是很骗人的啊 这也是给大家 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 就是说 咱们的衡量指标啊 绝对不能光看精度 是吧 精度和咱们刚才说的 咱们这个recall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咱们一定要 要权衡这两个量来看 是吧 咱们看这个recall Random Forest 80%多 SVM50多 这个KN 三分之一彩 是吧 所以说呢 从精度的角度来 从这个recall的角度来看 它的差异 是不是非常大 是吧 咱们一定要 要从多个指标 再去最终选择一个分类器 是吧 如果说 光从精度的角度来看 诶 选择好像 这个SVM啊 和转动Forgic 差不多 是吧 但是呢 从咱们这个recall的角度来说 差多少啊 差太多了 是吧 所以说呢 咱们一定要 从多个指标 进行衡量 是吧 这里啊 咱们只是来说了 诶 有一个 叫做recall的一个事 是吧 然后呢 咱们来说啊 就是说 诶 有了recall 咱们这里啊 再给大家提一点 是吧 也是啊 咱们经常看到一个东西 叫做MAP Me Average Precision 什么意思啊 MAP这个东西啊 我给大家直白点来说了 就是说 咱们刚才来说了 都看这个 光看这个precision和recall 还有一个Fscar 这个Fscar什么意思啊 Fscar其实它就是一个 这个precision和recall的一个 他俩的一个综合考虑啊 咱们没有说啊 就有这么一个事 就是说这个Fscar 是由这个precision和这个recall 它俩啊 通过一个公式 综合计算得出来的 咱们先来说 这个MAP这个事啊 MAP什么意思啊 MAP就是说 首先咱们可以把这个 recall这个东西啊 和这个precision这个东西啊 哎 化成一个X轴和一个Y轴 是吧 那么咱们希望什么 咱们是不是啊 咱们现在看直御啊 就是说这个recall啊 和这个precision啊 那直御啊 是不是都是从0到1的 是吧 哎 都是从0到1的 然后咱们希望什么 咱们希望recall越高越好 希望这个precision越高越好 对吧 咱们希望两个值啊 都越高越好 是吧 那么咱们有没有一个值啊 来综合衡量这两个值呢 综合来衡量 就是说 哎 我不光看你recall 也不光看你这个precision 我看你两个综合的表现 是吧 咱们有什么看 咱们可以用这个MAP值 MAP值是什么意思啊 往简单的说 就是说 看这里啊 我是不是做了两条曲线 是吧 第一条曲线 哎 可能是前半部分啊 这个precision稍高一些 这个recall呢 啊 就是说 precision和precision稍高一些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红色曲线呢 可能来说啊 它是这个 在recall相同的情况下 precision相高一些 然后呢 在precision相同的情况下 recall相当一些啊 就是说 这有一个点 是吧 再点在左边 可能这个 呃 这个蓝 黑色的线好一些 再点在右边 可能红色的线好一些 是吧 有这么一个现象 然后呢 咱们来想 哎 怎么衡量这两个线 到底哪个好的 因为左边可能黑的好一些 右边可能红的好一些 是吧 咱们怎么算 最简单的方法 算面积 是吧 既然来说 你都你说 你希望你这个 precision和recall 都是越超一越好 是吧 都等于一的情况下 咱们来看 都等于一的情况下 它是不是相当于 这么一个正方形啊 是吧 正方形 它的面积得多少 等于一 是吧 那么咱们就去看一下 哎 既然来说 你都是等于 越趋近一越好 那我可不可以看清一下 你的面积是多少 是吧 也就是说呢 对于这两个曲线啊 咱们可以分别 求一个积分 是吧 求积分什么意思 就是说 有你这个recall 和precision 它们组成这个面积 有多大 是吧 咱们来看 它的面积 如果说呢 你这个面积越大 是不是说 你现在表达效果 综合表达效果越好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MAP啊 就是咱们对这个 precision和recall 它们形成这个曲线 做了一个积分这个事 是吧 MAP值呢 就是咱们这个积分值 是吧 我们一看 黑色曲线积分值 等于0.53 红色曲线积分值 等于0.63 所以说 咱们说哪个好 咱们是不是可以 综合衡量一下 说咱们这个红色曲线 要比咱们这个黑色曲线 效果要略微好一些 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有一个 另一外一个衡量指标 叫做MAP 这个MAP呢 可以去衡量 你这个recall 和precision 综合衡量 它俩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 就是咱们这个课 主要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咱们一个分位证瓦剌 咱们不能光去衡量 它的一个精度 精度只是最简单的一个指标 咱们还要多看几个指标 是吧 比如说这个precision 比如说这个fscar 或者说这个MAP 是吧 通过多个指标 去衡量一下 那么怎么衡量 对于recall 咱们怎么算 recall看好 这里分成四部分 是吧 这四部分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咱们这四个值 这四个值 就是咱们刚才说 这个true positive false positive false negative 还有true negative 是吧 咱们要先把这四个值 都给它计算出来 然后咱们算个recall 然后咱们还可以算个MAP 是吧 通过这样多个指标 对咱们这个分裂器 进行一个更全面的衡量 是吧 更全面衡量 尤其是要针对 你想要的事 是吧 你想要做什么事 你就要针对 你想要干的事 进行一个衡量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 就是咱们说的 一个衡量的指标 咱们该 是吧 是吧 是吧